北韓领导人金正恩27号召开会议 没戴口罩还笑得开怀 难道是有什么好消息吗 短短三天后 北韩官媒大动作开记者会 宣布这两名接触异样物品的民众 出现感染新冠肺炎出奇症状 而且病毒检测结果 也是阳性 最终判定北韩疫情会大爆发 源头就是临近南韩的边境村落 而这异样物品是什么 显而易见 曾一局惹怒金语症的文旋气球 现在被指控是传播病毒的凶手 但改朝换代的南韩也不再忍气吞声 同一部表示 还想把病员栽赃到别人身上 恐怕已经被看破手脚 在新闻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由于是 J So 新闻为1号 为1号射和3号射程中 以为1号射是个等 Drum 由1号射程中 对周边的记者愿东西 从为3号射程中